9月27号,A股收屏视频,大家好,收网财经 在一堆的重磅政策利好之下,A股本周是快涨,暴涨 上升50创了过去一年的新高 户指创了过去两年的最大成交量 客战50时隔一年多,今天是站上了120日均线半年线 串满指创了过去两年的最大量 时隔一年半是站上了所有均线 A股是连续的三天成交金额超过1.1万亿 而今天更是1.4万亿 这几乎是过去三年的最大A股成交金额 而本周户指是疯涨了350个指数点 说实在话,本周的上涨严重出乎意料 很多人估计都涨懵了 那么本周的上涨,我估计大部分的短线仓位 可能很多散户已经高抛掉了 甚至于说一部分股民已经短线空仓了 而之前在三千点下方 我们所多次提醒的一些分批定投的ETF仓位 如果作为长线仓位,要牢牢报警住 那么今天收听视频呢,我们讲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大家看到了 就是在护制风涨之后,短线踏空了怎么办 第二部分,就是在护制短线风涨之后 接下来难道是要走快牛行情了吗 那么长线定投策略该如何去优化 那么最后我们去回答一位粉丝的问题 他跟我讲的是,未来 比如说在接下来突破震荡 震荡之后再来一波行情 我该如何去避免踏空 我该如何去避免踏空 好,这是今天收评一共要聊的三部分内容 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旺旺财经较大A 好,我们现在聊第一部分内容 是谈长线维度 长线维度,我们谈三点 第一点,接下来要继续长线定投 但是由于在本周护制涨得太快 周K线图这根阳线太大 短时间的暴涨扰乱了时空节奏 扰乱了时空节奏 量价时空技术面大幅度扰乱 所以呢,那么接下来每个月或者每周 你选择定投的份额要适当降低 因为未来需要时间空间去修复 也就是说需要震荡 或者需要往下游洗盘 那比如说你之前每周 比如说定投1000块钱 那未来呢,可以每周降低到300 那么等护制经过 比如一个月时间的一个震荡整理之后 然后再重新去规划定投策略 那至少接下来定投稍微降低一下这样一个力度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各位 第二点呢,其实在之前大盘走势很弱的时候 再往下这波下跌的时候 跌到2800点,2700点的时候 那其实当时有很多朋友把短线仓位变成了长线 没有去止损 就把短线变成长线了 那么现在呢 现在可以适当的把之前变为长线的那部分仓位 给它剪出来 给它剪出来 就是把之前的那部分被套仓位给它剪出来 那么由于这种行情的这种节奏的加快 量价的提升 那么在整个10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适当的去增加短线的仓位 好吧 可以适当去增加短线的位 在这种震荡里面 好,这是第二点 谈这个长线维图 那第三点呢 我说长线上涨目标位 目标位 有朋友说能够涨到3500点 比如说要涨到4000点 还有人说涨到5000点 6000点等等 但总之 对于未来的行情 我们可以去期待 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你不要去奏望这种持续的快节奏的拉升 不要有这种希望 而且我也相信 我们的监管并不希望走出来 类似于2015年那种快牛行情 可以走牛市 但不会是像2015年的快牛 顶多是慢牛 顶多是慢牛 好吧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而且你要明白 如果真的走快牛了 比如说接下来 蹭蹭蹭蹭往上涨 一路涨到 比如涨到4000点 我也不说太高 那么快牛走完之后 怎么办呢 难道又要像2015年那样 在一地鸡毛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既然政策利好驱动了 这波快涨 那同时呢 他也会去吸收2015年的那一波教训 所以也不会允许这种出现快涨 也更不会允许未来出现快利行情 好吧 好 那这是我那个思路啊 而从购物层面来看呢 其实在2015年 当时股票数量大概是只有3500家 可能都不到 而现在的话是5300家 要更多 所以未来 购物层面上也会出现分化 即使说往上走牛 卖牛 那么个股也不会像本周这样持续的扑杂 购物分化也会是必然的 所以即使有牛市 各位也要去苛刻的去选股票 好 这是我们通过长线维度谈到了三点内容 第一点 继续定投 大家要降低力度 第二点 增加短缘仓位 那么之前有短变长的仓位 要注意减仓下来 第三点 不要去收网快牛 好 然后再谈短线 那么短线踏空了怎么办呢 短线踏空怎么办呢 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 各位 无论是 无论是今年2月份 这个2635点的这波大反弹 还是说在2015年的那波牛市 其实护质在经过一波大涨之后 总会有一周 两周 甚至说一个月 两个月的一个震荡 对不对 你们可以翻看历史图形 它不会说称当当一直往上涨 那么在震荡的时候 个股总会出现分化 而在这种个股分化的时候 去进行短线选股 其实我们更容易通过量价时空去筛选 去辨别谁是真正的强制股票 去提高我们短线胜率 但在当下呢 真是不敢去追 真是不敢去追 而且现代股票 我们说了鱼龙混杂 就是好的坏的鱼龙混杂都在涨 都在涨 很难去看出来谁是真正的强势股 那么怎么办呢各位 怎么办呢 怎么去应对呢 其实我们就一条 就一条 就是耐心的等户指先跌出一根阴线 我们不说多 先等它跌出一根真正的阴线 然后耐心的等户指 能够去回踩到这个年线 就是回踩到3000点位置 先等到这种 而且这种走势 我认为大概率很快就会出现 而国际节前就只剩下一天了 就是下周一这一天了 下周一不好说怎么走 经过两天下雨之后 可能大半会出现冷静 可能会有冷静期 但总之我们说 接下来到3000点 我认为这是个大概率行情 多空力量其实也是相互转换的 涨多了 获利盘多了 而多方获利盘一旦卖出 多方也就变成空方了 所以没有永远的多头 也没有永远的空头 多方赚了多了 它自然而然会落单为安 那虽然说现在短线不敢去追 内心很遗憾 甚至说有焦虑 但是投资呢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投资也不是一周两周的事情 投资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没有人说 比如说我赚了这一周的钱 我未来就不做了 只会越做越多 越做时间越长 而且大家看到现在没有 一些所谓的券商开户 又开始排队了 当然这是个例 这是个例 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度去想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要明白 投资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本周可能会出现很多股市的新兴 股市的新兴 好像翻倍了 大涨了 这样 但是明星都是短暂的 明星都是短暂的 我们争取去成为股市里面 一个稳稳当当的兽星 好不好 我希望各位把兽星打在评论区 都希望成为巴菲特那样的兽星 好 最后呢 就回答一位粉丝的问题 回答一位粉丝的问题 那么他说 最近的太空 内心很焦虑 有点难 那么之后会进入到震荡 像我之前说的 那么震荡之后 可能会出现再来一波行情 我们该如何去避免太空呢 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 心中的一个想法 一个问题 那我给大家讲 如何去避免太空 接下来 大家看这句话 我说行情一浪上涨 错过其实比较正常 因为之前 比如之前的下跌结构 对吧 下跌结构 一浪上涨一开始 其实我们不敢去 就一浪 我们只是在抓反它 只有真正打破这个景象位了 那么才是一浪的反转 是不是 所以一浪往往这种失误率会比较高 你想这个时候可能会走一浪 这个时候可能是一浪 这个时候可能是一浪 而现在一浪才真能走出来 对吧 一浪错过一部分 其实比较正常 而把握住二浪回调之后的三浪主生浪 这个才是关键 对吧 没有人说我就抓一浪 更多人说是抓三浪 对不对 那么在10月份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震荡 我觉得二浪 二浪在这横盘震荡 或者往下出现回调的震荡 那么10月份占个震荡行情 包括说未来所谓的三浪行情 怎么样去避免踏空 第一句话 短线仓位提升 在五层左右可以反复搞 低息高炮 第二呢 长线仓位可以在四层 在四层 这里写错了 四层仓位左右去抱着不动 所以一方面去选择几个长线标的 另外呢 去短线去进行震荡的低息高炮 而且是强势震荡 强势震荡 好 那么这是我们在今天的9月27号的收听视频 我们所谈到的一些内容 第一 快牛 别奢望 第二 短线踏空 怎么办 长线策略 如何去优化 最后 听到这里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 把518打来评论区 好吧 感谢各位支持 最后呢 点赞关注 望望财经的大A 再见 感谢观看